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是啊 她長得很帥就算了 你知道她的名字超可愛 她剛好也姓郭 而且她名字叫做Crystal 你這麼說我就知道 她叫郭可頌是吧 對 而且我知道她有一位親姐姐 非常有名在香港 是知名的花蛋叫做波可音 好啦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位Crystal 分析一下囉 以前人男友著名的女性熊戴玲 終於親口證實 Yes I'm in love again 而且這次的男友 黑黑巧了也姓郭 而且名字是美食又 她就是郭可頌 帥哥一枚無 熊戴玲自從結束與郭富城 七年戀情後 感情生活倍受關注 港媒一直猜測 阿琳熊戴玲 跟港劇當家 瓜讚郭可音的弟弟郭可頌 看來秋來八九不離死了 十日阿琳出席活動 對新戀情首度鬆口有 甜蜜的說 只差最後一關啦 今年的新聞一出現 看來可頌她真的破關 成功 策馬入零啦 美帝抓爆 熊鍋兩人 上週開心雙倍 到台北來泡湯 哈哈享受四天三夜 甜蜜巴士無光呀 根據香港宇宙刊報道 熊戴玲十三日和郭可頌 來台度假 一起入住台北高檔酒店 走遍平息 石笨及酒笨等旅遊勝地 和心懷十指緊扣 逛街 還督嘴貼臉 玩自拍 沈浸在戀愛之中唷 身家五家公司董事 身家超過四億台幣 今年三十七歲的郭可頌 他的父親郭達昌 是做塑膠業起家 2011年郭富病逝 留下幾個億港幣的資產 給太太成綠蓮及四個子女 可心可贏可送及可資 2012年時他曾和一個叫Amy的女子結婚 只維持不到一年多感情就生變 只是遲遲未辦理離婚手續 後來郭跟阿琳好上啦 據說因為是怕他背負小三罪名 才趕緊在今年九月辦妥離婚手續 真是用心良苦呀 要哭了嗎 考慮再贏一下郭寶吧 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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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